哈喽大家好 你们的头头上播主游蓝了 今天给大家推荐 干群带菜 最近经常被各种视频种草 就是它那个视频上面的做菜 做菜下面直接给你挂个链接 你就会觉得哇 这个东西好好用 我要买 然后这个干群带菜 我现在为止已经吃了三次了 第一次是拿它炖的一个鲫鱼汤 就是把那个鲫鱼炖到出白汤 然后把它肉滤掉 给里面放豆腐 放这个干的群带菜 炖汤倒是很少 最少在火锅店看点了 就是这么一丝啊 真的能炒 还得捞那么一大盘 还得捞那么一大盘 十八还是十几 就我每次做汤 大概能泡五个这么多 能做那么大一锅 来 上教程 给你们来一个裙带菜 鲜虾炸蛋汤 先把整个蛋铺打 直接放在这边 先 把它再淋过一下 这个的酸面 没给你们整个酸面 但是炒菜的很好 铺 铁出 这是泡了十分钟之后的样子 看着很完整 而且很厚 很新鲜 一会儿给大家揭成小块 水也很干净 我没有换过手 后里倒油 倒油 加头 然后倒扎人 开个背的哦 开的时候 放豆腐 嫩豆腐 放入刚才有些好的鸡蛋 明明能谈到好多虾 还有虾骨 切切开蛋 炖个十分钟左右 现在就差不多了 银出锅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的撒一点点蚝油 还有白胡椒粉 一点点盐 其他的调味料不用再加了 超饭 其实这个啊 你说做汤还可以拿它搬着吃呀 然后炒着吃呀 然后或者是吃火锅的时候 给它涮进去都是超级棒 然后叫什么一小饭 这个我没有可以取消 我就看到那个视频 然后直接就买了 17块9还是19块9 反正大家千万不要买贵了 这一袋是100克 看我吃了三顿了 我才吃了一半左右吧 就是它能泡出来的超级多 大家唯一注意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 就是给它泡多了 泡多了可是吃不了 而且这群带菜它比较厚 就比较有嚼劲 吃起来比较有口感 我们送你们学费了吗 如果有更好吃的食材 才其他款式 可以速度订阅给我哟 我愿意给你们偷吃 站起来